这天深夜,小王还在努力地加班 同时见状就让小王不要太累了 一定要准时回家向老婆交公粮 这时,小王也接到了妻子如花的电话 让小王早点回家 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 小王为啥总是自愿加班到凌晨 这时,女同事阿花突然出现在小王面前 原来,阿花把东西忘记在公司里 特地回来拿 一看到小王如此地努力加班 双眼发出了狼翼般的绿光 眼见小王有做不完的工作 阿花就提议帮助小王,俩人一起加班 看着女同事温柔的样子 小王非常的感动 就在四目相对之时 俩人都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冲动 几个小时后 在阿花和小王的努力之下 俩人终于完成了导演布置的工作 这时,小王一看时间 居然错过了末班车 阿花则让小王不要担心 大不了就在附近酒店里住一晚 因为出租车实在是太贵了 小王则表示 自己的工资都上缴了 口袋没有钱 住不起酒店 阿花就表示 自己可以帮小王垫付酒店的钱 让小王干活抵债 小王听后 就还是以子弹有限为由 拒绝了阿花的提议 阿花为了帮助七管炎的同事 最终表示 可以让小王来自己家里寄宿一晚 小王听后 顿时感激不尽 跟着阿花离开了公司 为了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 小王还特意买了啤酒 希望能帮助睡眠 阿花见状 顿时非常开心 还表示 今晚注定会是一个不眠之夜 就这样 小王来到阿花家里 这时 阿花也洗完澡来到客厅 并且让小王多喝一点酒 不要客气 于是在导演的安排下 俩人就一边喝酒 一边尬聊 渐渐地 几杯酒过后 俩人在酒精的加持下 开启了相互表白 深夜的公寓里 传出了震耳欲聋的 奇怪叫喊声 第二天一早 阿花满面红光 早早地醒来 有了人造蛋白的滋润 果然就是不一样 而小王 则疲劳地睡在床上 补充昨晚消耗的子弹 一看到时间 小王非常惊慌 说是马上就要迟到了 阿花则过来安抚小王 并且在小王离开之前 再一次耗尽了 小王剩余的子弹 在目送小王出门的时候 阿花让小王今晚继续加班 并且欢迎随时来访 就这样 一对喜爱加班的男女职员 终于用特殊的方式 体验到了打工人的快乐